再来任俊大我们看到了 抗中保台已经变成 现在似乎变成一种通关密语了 可是今天这个消息 好震撼人啊 这个是陆战队的两栖侦搜营 下面有一个爆破中队 这个爆破中队 是美国认证台湾最有战力的单位 在今天居然传出 他要裁撤的消息 自废武功那很严重 抗中不保台吗 这个报道一出来的时候 确实引发大家的一些的 这个讨论啊 那事实上两栖侦搜大队 最早期的时候 是属在海军陆战队的这个系统 那水中爆破中队的前身 叫水下爆破大队 这个原先是属于海军的系统 那后来因为我们整个 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呢 就变成说了这两个单位啊 事实上啊 其实他有一点类似像 整病的这样一个状况 结果呢 今天就传出来讲说了 是要把这个所谓的水中爆破中队 整个给裁撤掉 变成叫做什么 叫做侦报中队 过去有提到就是说呢 像这个我们之前啊 这个所谓的水中爆破中队 他们也常常跟美军这边呢 有做一些这个训练合作 或者是交流 所以呢提到说呢 像美军顾问就很质疑 讲说如果你这样子的时候 台湾建立了这个所谓的三七战力 有没有可能一夕的瓦解 不过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呢 我刚看到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王定宇啊 立刻在他社群上面就写说 他已经跟国防部查证了 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也没有说要裁撤这样一个状况 那媒体的报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件事情也就很特别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引发大家高度关注 就是我们要抗中 可是你不能不保台 来看到这个现场 这可以说是史上第一次 过去无人机洗扰我的外领导 经常有听说 这是第一次 他动用了中国 动用了他的军用无人机 来洗扰我们的南干机场啊 对而且你看 像之前在金门的时候 大家都还讲说他有可能是这个民间的飞行玩家 或干嘛 他们自己操控所谓的民用的这个无人机 但这一次居然传出来是讲说 是一架军用的无人机 飞越了马祖南干机场的上空 而且在周围的空域盘旋 它代表是什么 你知道它已经严重干扰到 我这个所谓的正常航道的这个起降 两个意义 一个是你刚才提到的军用无人机 这个很严重 第二 这个地方是你要飞马祖克机起降的地方 这个多敏感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问题就回来 在金门那个时候无人机的时候 大概会有一些讲法 就是说 我要不要开第一枪去进行这个反制呢 结果那时候军方的讲法 就说因为他是民用的 或是干嘛 可是这一次如果他证实是所谓的军用无人机 我们却没有任何反制的作为 当然就引发大家去讨论 就是说如果连军用的这个无人机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在周围空域盘旋表示什么你知道 他的飞行高度应该不是太高 因为他已经干扰到飞机起降 因为飞机起降的那个航线的那个部分 他基本上不需要太高的那个状态 那你会到我们需要两个航班 因此而延误起降 就代表是他已经非常低了 再来就是他如果是军用的 军用他今天在这里盘旋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军方在这里没有任何的 这个所谓的反制措施 那原先讲了说 如果今天有越我雷池一步 我一定要把他开枪给极弱这件事情 那到这个是不是直接就打脸了自己呢 观众朋友 满口抗中你拿什么宝台呢 我们举一件今天大家的讨论的 下个月要登场的 汉光石兵演习 现在要改啦 因为取消了石兵 取消了演练 没有剧本的兵推 连专家都摇头 你这不等于自费武功 功亏一篑吗 事实上因为台海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认为说局势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紧张 所以华府的这个智库CSIS 事实上就有提出警告说 中国大陆对于台湾 大概会有几种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侵害的一个策略 一个叫做全面入侵 或者是军事封锁 但是他提到说 有可能是用灰色的模糊地带 来进行一个灰色作战 也就是所谓的隔离政策 那当然他里面提到说 中国大陆以目前来讲 他的舰艇的这个数量来说 对于全市来讲 都是这个不可小觑的一个战力 所以很有可能其实在台湾周边 实施类似像类封锁的一个方式 也就称为叫做隔离策略 为什么要用隔离策略呢 事实上如果你谈封锁的话 基本上他的军事的这个意图 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你如果被上升到做军事行动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引发 其他周边国家的这个不满 但你用隔离的这个方式 他就变得比较软性 相对不敏感 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用隔离的方式 用民兵民传的方式去隔离你 就可以让你台湾完全不能正常作动了 问题是他没有放弃对你极限施压 你可以看过去24小时 48小时已经不是三面包抄 他是四面埋伏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以台湾的这个整个战略地位来讲 确实我们的这个位置上面 因为我们属于海岛型的这个地区 所以你周边的这个 像台湾海峡跟海域 就成为我们最佳的屏障 但问题是你刚刚所提到的说 如果他要实施所谓的类封锁 他当然会从空中海面 甚至连海底的部分 他都会进行他这个所谓的突川 所以你看国防部在最近公布 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共的解放军 进入到台海周边 你可以看到有共机23架式 共箭7艘 甚至战机战舰直升机这些 也都围在这个所谓的台湾的周边 而且你现在看起来 以前我们大家讲说 所谓的C型的这样一个前行的公司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已经绕到了 所谓的台湾的东部 所以这里面代为变成是说 它是一个包抄的一个状况 而且国防部提出一个名词 叫做北中南东四面包围 你刚刚这一个一划过来 他绕到台湾东部了 老美不知道吗 日本不知道吗 都知道 重兵部在这个地方 居然6月中 就我们刚刚过去的这几天 同一个时间 他们在这里重兵演训 哇这个他最近不是在做 这个所谓的勇敢之盾的联合军演 那这时候呢 他又派遣了罗斯福号的这个航母 航母舰队去参加这一个联合军演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他这个联合军演的位置 就在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 甚至邀请所谓的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那你如果从这个图再进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 他如果是在这个位置 代表日本还要往这边再下来 那他真的最大的差别 其实来自于是 当共军 如果今天解放军在这边成为 是一个C型的这样的一个 前行包围 对整个是 而且他看起来已经在河隆了 那你这个地方 其实就会牵扯到 日本如果要持援台湾 跟美国如果要持援台湾的话 大概会从这两个方向给进来 可是他一合拢的时候 你日本南方来的 日本北方来的 你就进步来了 所以这时候为什么 罗斯福号会参加这样一个 勇敢之断联合军演 也被认为说 他是希望透过这一个 去告诉中国大陆说 我们基本上在这里 美国有足够的武力捍卫 可是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在6月20号的时候 有渔民 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台湾海峡的中线附近 就发现了一个悬号153的 中国飞弹驱逐舰 这个叫做西安舰 那我先讲一个 就是说以西安舰来讲 052C在中国大陆被称之为什么 你知道 叫中华神盾舰 因为他其实部署了什么 你知道 他讲说他是远程警戒探测 跟所谓区域防控的作战能力 就是类似这个所谓的 中国版的神盾舰 因为这一次发 那个是在我们这个所谓的 传统的这个渔场上面嘛 那也就认为说 我如果今天要实施 类似像经济封锁的话 我有没有可能会透过 就是说比较软性的方式 你知道吗 我们渔民发现到了 他这个所谓0527的 这个飞弹驱逐舰之后 很多渔民就离开自己的渔场 那你离开渔场 你要去哪边补鱼 所以你很有可能 在这个经济线这个地方呢 就会产生了影响 所以你看到极限施压 已经不分军事 连民兵的形势都混杂其中 就是要对你步步紧逼 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来应对这样 不然你抗中保台 嘴巴都在讲抗中 你拿什么保台呢 其实从今年5月份开始 大家就关注到 国军整个年度最重要的演训 叫做汉光演习 那从电脑兵推完了之后呢 事实上7月22号到7月26号 这边也要实施所谓的 这个时兵的状态 但是呢比较大的差别 是今年传出来说 要取消预言 还有展示科目之间 而且要用无剧本的方式 来强化夜间演练的项目 你刚刚提到那几个特色 又取消了预言 取消了科目展示 而且无剧本 这个过去没有发生过 事实上呢 在军方也有一个说法 就我如果完全是按照演习的 这个剧本想定的话 那有很多东西都是编排好的 你可能没有办法呢 了解战 你知道吗 一句话叫战场状况 瞬息万变啊 可是问题是在这一次里面 因为有几个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 过去啊 其实我们不是会有 攻击军的红军 跟防卫军的蓝军吗 现在传出外讲说 红军的这个部分 要预取消 而且还说呢 本岛要采用石兵不实弹 外岛用石兵实弹的方式 取消假想敌的这个对抗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你连红军都没有 我觉得敌方怎么来办 你那个情境完全是没有的 你的实战经验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也提 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 如果今天按照 这个官方的讲法是说 因为过去扮演攻击军的单位 他没有办法熟悉 战时的防卫任务 意思就是说 我在演习的时候 担任攻击军啊 可是等到作战的时候 我其实是防卫军啊 那我会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我认为这个说法 事实上啊 当然他的官方 是有他的考量之一 可是我们在空军 有假想敌中队啊 我们也不会认为 假想敌中队到作战的时候 不懂我们怎么作战嘛 所以呢 也有人就质疑讲说 像这个所谓的 帖医少将立正节 就说他觉得 有可能是因为什么 剧本都来不及 有可能吗 演习怎么可能会没有剧本 但我必须讲 因为时兵验证 跟电脑兵推 基本上是互相的 也就是说 我电脑兵推的时候 去设定了很多的参数 去研判我的作战的状况 可是真正要透过 时兵验证的部分 来去了解我的参数设定 是不是误实 那这里面 我觉得 它可能会比较大的 真正的问题 其实来自于是 因为我们现在 在本岛防卫的状况 确实我们没有 多余的兵力 可以浪费 甚至我们可能 运备部队的这一块 到战时的时候 可能它的空间 都非常非常的有限 也就是如果今天 真正发生到战争的时候 事实上所有部队 都必须要进入到 第一线里面 进行所谓的防卫作战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 当然会引发一些的讨论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办法 用大规模的 假想敌对抗的方式 我事实上可以用小部队 然后扮演一个大单位 那让这些 那个辞职参战的人 因为毕竟用 所谓的假想敌对抗 还是比较有真实 正常实况上面的 这样一个感受 国防部今天证实 美国对台军售 又最新进度了 上百亿的弹簧刀军售案 现在正快马加鞭 美国真的想把台海 变成无人地狱 让共军不敢越 雷迟一步 明明你看 两岸局势步步升温 下个月即将登场的 汉光实兵操演 就更显重要了 居然在这个时候传出了 取消行之有年的 红军来犯的角色 就是模拟共军来犯 这个角色 为什么取消掉 这岂不让部队的战备 实证经验 要大打折扣吗 你担心身高对立 却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策 这是什么逻辑啊 赖清泽总统在19号早上的时候召开一个记者会 因为他就任到现在为止要满一个月了 结果他在这里面除了提示说他要成立三大委员会之外 另外讲到这个所谓台海问题 他就提到说併吞台湾是中共这个国家的政策 但是他强调说台湾不会屈服 所以在同步的这个时间里面 你看到我方也证实讲说 美国公告要卖给我们军售弹簧刀300型 跟所谓的600M的两款这个攻击无人机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总额是116亿里面 其中包含到什么 像这个所谓的弹簧刀300型 基本上因为这个在俄乌战场的时候 大量被使用 而且单兵就方便携带 虽然它的制空巡航时间 只有20分钟前后 但是作战半径可以达到30公里 最重要是因为它是单兵攜带 所以它的部署到发射 其实两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里面 就可以进行这个所谓的攻击 那你可以看到另外这个 Ertius的这个所谓的600M的空中 它的续航能力更强 将近达到4个小时左右 所以对我们来讲 当然会觉得说美方是不是 对我们有这个加强 要防卫台湾的这个决心 但重点来是猫逆宗 这批军售目前是只有291架的这样一个数量 你如果从这个所谓的116亿的总额 会觉得说我291架这些东西 感觉上好像偏少 所以现在外界也很好奇就讲说 你这个是不是透过后续的这个军售 或者是授权合作 在台湾这边也可以生产的 来达到你今天整个总额的项目 所以你看到明天就是总统就职满一个月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台海的兵凶战危 昨天才跟你讲094那条大黑鱼 浮出惊吓水运已经够惊险 今天来看到华府智库提出了什么样的警告 过去在国际上面对于台海的这个所谓的局势来讲 一些在最早期的时候都认为说 台海其实有可能会发生战争 但是呢现在有很多这个观察都会认为说 台海可能变成叫做即将发生战争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华府智库访问坛 到这个台湾这边来 那赖清德在接见他们的时候 事实上他的大西洋理事会就提出了一件事情 他说台湾地缘政治目前其实情势非常非常的剧烈 那这个当然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开始有一些这个动作 包含到他的这个所谓的第三艘的这个航母 福建舰 在最近的时候不是也开始进行这个所谓出海海事吗 海事 结果呢 你看网路上流出了这张照片 却被大家发现到说 哇 你看喔 这个原先福建号 它这个福建舰 它原先在这个暴露出来的照片 这个整体的船身 在包含舰岛的部分 跟它的船体其实颜色都一样 结果没有想到居然现在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呈现一个熏黑的这个状态 是不是表示你海事变得非常勤快 海事的整个操演的任务非常的繁重 另外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是 惊吓水域上浮的那一艘 094的核潜舰的同一天 来看看 菲律宾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对中国道路来讲 台海是个问题 但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中国跟菲律宾在过去 为了所谓的人爱交的事件 其实一直不断发生海上冲突 结果在17号的时候 中国海警居然去攻击 菲律宾在南海 这个所谓人爱交这边 去执行补给的人员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按照菲律宾的说法是说 中国大陆其实强行的采用 类似像武力的这样一个方式 而且导致菲律宾七名的 这个士兵受伤 还有一个人手指头都断掉了 你知道吗 好 那人就有问题 你这个时间点敏感在于 同一个时间 包含了菲律宾 包含了美国 包含了日本 包含了加拿大 四个国家在这个附近 进行海上演习 老共怎么这么敢 你没有克制也就算了 你还去惹事 而且其实就美菲来讲 事实上他们有一部分的 我们类似像协防这样一个约定 所以外界也在认为说 你看像福斯新闻网就说 中国大陆现在在攻击 所谓的菲律宾的船只 其实是在干嘛 他第一个在测试你美国 就如果今天不断的跟 菲律宾这个产生冲突 你美国要不要出手 甚至他们怀疑讲说 这是不是要激怒美国 而为这个中国大陆 未来有可能发动台海战争 来进行准备 原来菲律宾的兵凶战委 已经反馈到台海来 好 如果两岸的所谓的恶性螺旋 恶意螺旋不断的堆叠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备战了 我们要备战兵凶战委的情况之下 下个月的即将登场的汉光操演 就重中之重 没有想到今天最近居然传出了 他要取消红军登陆的 相关的演习的角色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考 这个说法一出来之后 立刻引发这个军方 还有大家舆论上面的讨论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以汉光演习来讲 第一个他会走这个 所谓的电脑的兵棋推演 第二阶段就是走到我们 甚至叫做石兵验证的部分 过去传统其实都是用 红蓝军的方式来进行对抗 那蓝军当然就是我们自己 属于防守方嘛 但这一次呢说要取消 所谓的红军对抗 那就让一些观察家会担忧的是说 其实我在石兵对抗的过程当中 红军扮演的不再只是一个 所谓兵棋上面推演的角色 因为他其实是会透过 这种所谓的石兵的状态 去让我们去了解战场的真实状况 但是我们国防部部长 这个布立雄 他就说我跟你讲 其实不要再透过对抗的模式 来进行演练 就用所谓的真实想定来作为验证 可是老实讲 外界对这个所谓叫做 真实想定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兵棋上面 其实是一件事情 可是我要透过这种 所谓石兵对抗 或者是用这种红蓝军对抗的方式 我才有办法身力其境 还有一个是你要验证 你在兵推里面 有没有所谓的盲点的存在 那都是冷冰冰的参数而已 所以大家会讲说 我们国军在这一段时间 又取消了一些所谓 以前大家所质疑的 这个基本教练 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刺枪术 这些东西 到底我们国军能战或不能战呢 结果你知道 又传出一个难堪的新闻 因为马祖南竿守备大队 居然传出来说 他们的上校大队长 之前去参加这个 所谓的民间的一个邀宴完了之后 就喝醉了 喝醉算了 居然有他这个女性的部署 进到他那个办公室房间 去跟他报告事情的时候 疑似的对他的女下属 进行性骚扰你知道吗 都什么时候了 这边已经讲到都要开战了 你这样子是要怎么上战场 那当然军方现在去调查的时候 传出来是讲说 这个所谓的上校 他就讲说我已经喝醉了 我其实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军方也讲说 他们其实已经进入调查 而且这一个所谓的 南竿守备大队的这个大队长 已经被计两大过 并且调离限制 但我们就回来看 就马祖南竿 基本上对我们来讲 是前线中的前线 那结果没有想到 你居然 尤其是这种所谓的 高阶的大队长 也都产生这种所谓的 酒后一事乱性的 这样一个丑闻 那你今天对于大家来说的话 那国军到底 在面对到真实战场威胁的时候 还有多少的能力 能够往上去抵抗呢 这个其实就变成是 国防部现在最大要面对的问题 斯康现在才传出 美国要把台海无人地狱化 让老共不敢越雷池一步 你看现在的弹簧道无人机 就要来了 脑子已经做好了 登岛 抢滩 欲血奋战的准备了吗 事实上就是我们从 过去这八九年来 基本上的武器 美国说什么就买买买买买 但是我们要看它 什么时候才真的到货 我觉得到货的情况很重要 阿扁时代 我们那时候什么 决战境外 有没有 决战境外 然后再来的就是 我们在我们的领土线以外 十二里海里 然后领空领土之外的 通通把敌人的歼灭 到现在变成要打巷战 要打巷战 我整个人底下转弯 碰到解放军要揍他一拳 那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变化 难道是 大陆跟我方的国防的 整个力量出现它的对比吗 还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的准备不够 没办法决战于境外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说美国要把台海变成地狱火 我想倒霉是谁呢 除了解放军攻击的敌人之外 倒霉是我们自己啊 地狱火会烧到哪里不知道 有时候风一风 一风降一片 烧到我们自己的本土啊 所以战争这件事情 虽然大家要备战 老共要侵略台湾非常可恶 但是最高的决阵是要想一想 你对大家最好的安全最好的保障是 不要陷入战争里面 我觉得现在感觉一个舆论氛围 就是说我很想一战 战争很好玩 战争可以利用战争的把这个中国大陆击垮 击垮之后台湾就永世太平了 事实上你有这么容易吗 当然没有这么容易啊 韦翰怎么看 今天那个赖清德总统记得其实有讲 他的讲法其实就跟我之前的理解是一样的 就是说备战是为了避战 备战不是为了求战 那国民党的路线其实也很清楚嘛 前总统就是说两岸根本就不要战 不要战就不会有战争的问题 所以要全力的避免战争发生 那两边的走的方向不一样 不过现在俊阳哥很简单 现在目前中华民国总统就是赖清德 所以他的路线 虽然很多人包含国民党觉得危险 可是至少他做的这个方向 必须配套现在美国卖给我们的无人机 因为无人机的这个台海的 这个无人机的海空的潜质 它是必要的 因为赖清德总统讲了好几次 今天记者会就讲一次嘛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互不隶属啊 那也确实看起来中国大陆是很跳脚 说这个就是在搞台独 所以就接下来会有动作 那怎么办呢 就死好使得那个 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那个顾虑更多 比如说如果对台动武之后 中国大陆就未来跟上美国的机会 就更没有了 其实这个逻辑 就如果大陆打台湾的话 他就再也跟不上美国了 如果他打过来 没有办法很快的登陆 或者是没有办法登陆 海上跟空中都有无人的装置 他上不来 那所以美国必须卖我们啊 再来第三个 不出兵的话 美国一直讲说 因为川普接受访问他讲说 他不会出部队对不对 就是Send troops 他不会Send troops 把部队放到台湾来 海困难重重 你想要来 你要登陆 你就会遇到空中跟海上的处地 结果评估之后发现说 这个代价太惨痛 也不能达标 而且打完之后 他就不要出兵了 所以虽然蓝绿现在目前的那个 最后的避战的路径不同 对 民进党是备战来避战 那国民党是对话来避战 那希望最后的答案就是不战 不战就是台湾2300万人 最大的福气 一艘中国快艇就在端午 连续假期期间 轻易地涂穿了淡水河口的海巡 撞了船 上了岸 震惊全台 海巡最后呢 是丢出了一份 十人的惩处名单 想要翻页 但哪有这么容易 今天 马老师要带我们看到 随着一段录音内容 还有一段关键的po文相继曝光 来看看 后知后折的这个海巡 你要如何欲盖弥彰 更严重的是 几万元买来的小艇 居然轻易涂穿 5亿元建构的海防科技围墙 这下海巡要怎么自圆其说呢 台湾是不是一个防御铁桶 是啊 我告诉你 最近一战一战被老共测试 除了淡水河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穿越淡水河的事件之外 我跟大家各位观众讲 这个今天 23架老共的军机 19架飞于海域中线 马老师这个小case 过去不是也有过吗 对 但最重要各位看这个 这是什么 无人机 一架无人机 这样子飞越这个屏东恒春墾丁 绕着我们鹅兰比 倒过来 到花莲39海里 各位观众 从来没发生过 第一次 这第一次都这样 第一次有无人机降飞 降飞 降飞到花莲 他来摸底摸我的家山基地吗 第一讲对了 花莲最值钱的家山基地 台东F16 66架新的 全都在东部 那这个非同小可了 除了无人机来打探东部之外 对 第二件 很诡异的事情是 海巡署的新竹舰 是 现在突然停泊在 潭香山 夏威夷 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我跟大家讲 你讲对了 第一个 那个海巡署就说了 这是太平洋巡护任务 其他不变公开 好了 现在多敏感了 你知道 2024全世界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 在26号 6月26号到8月1号要举行 我没有邀请你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但是我让你有一种参与感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个猫力 以前我们有没有做远洋巡护任务 有 一年两到三次 都是派一千顿级的 现在突然间派四千顿级的 这就是猫力 好 老师 你现在到我们看到 海巡的国际参与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 当然重要 可是我们就是一个卑微的要求 你可不可以先把家门口先顾好呢 你讲对了 这一次从礼拜一 这个老共的这个什么 前退役哨像亭长 弄个快艇到我们淡水河 到今天礼拜四了 还是没说清楚 我们究竟海防出了什么问题 好 我跟大家讲 总统府跟国安局都出来说了 我们的国安团队均有掌握 是 均有掌握 而且说 我特别有看记者会 他用四个字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都有掌握 好 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掌握 错 我们有个大漏洞 我们有个大空窗期 来 我跟大家讲 现在是录音档曝光了 来 我们来听录音档 好 老师 这个录音档 大家跟我们一起听了 打电话过去的是船业者 接电话的应该是海巡的勤务中心 可是他一直问什么地点发生什么事 不像是你刚刚说的第一时间有掌握 你好像都不知道 录音档是 我们是渡船头这边的 这边有个大陆过来的开着小船 福建过来的 偷渡过来的撞到我们的船 是 我们有报警处理 听 被装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先报警 对 警察叫我们找海巡过来处理 也就是他已经打电话报警了 中间你浪费时间 因为这是海上的冲突 警察说不归我管 你叫找海巡 是 然后海巡人员回答说 请问你那边是哪边 所以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渡船头这边淡水河 海巡才听了 吓一大跳 这就是为什么 真相如果只有一个 为什么案发之后 翻来覆去 海巡的说法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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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三套 六海里进来 是 过了三海里 过了一靠近了 0.5海里就已经进淡水河 进到了六海了 进到河口了 立即再通报 通报以后 大家还是觉得 渡船返航 还是不当一回事 好了 注意哦 9点44分到10点15分 进淡水河 这一段期间 30分钟 半个小时 他可以跑很远 对 没人知道 好 前半截 从六海里到 进淡水河 30分钟 没人知道了 对 进淡水河10点15分 总有人知道吧 对不起 进淡水河 还是不知道 他进来10分钟 就跟淡水河的交通船 发生差撞 所以这个差撞 这显示经过 一而再 再而三的误判 甚至我觉得 他是故意差撞 他觉得 怎么这么顺利 就进来 怎么没人管我 你说他会差撞吗 我要差撞 我才能上岸 才能上岸 才会被人家发掘 他就觉得台湾的 这个怎么都没发掘我 10点25分 发生差撞 一直到我们刚刚 听那个电话 电话什么时候 10点54分 差撞已经过了 这么多时间 又半个小时了 对 好 接着 然后这时候 更关键 各位一定要听自己 更关键 他就用望眼镜看 海巡用望眼镜看 对 对不起 船民跟船生 老共的船 大陆过来船 这时候立即要去 怎么样 要用船去把它拦截 对不对 就一问 巡捷船 只有一艘 而且在富贵角 天哪 从富贵角过来 要20分钟 所以抗中保台 不是嘴巴讲 你拿不出来 对 我告诉各位 然后他到渔人码头 海巡署把他逮捕 我认为他故意 被你逮捕的 因为我们根本 没有群结船 他到渔人码头 故意被你逮捕 各位 从前面 30分钟 搞不清楚 进淡水河 搞了50分钟 也没有抓到他 而且我告诉各位 你看这个软栏 60岁 是建设公司的 懂作 最重要一点 他神色很平静 然后穿得很清爽 完全不像是什么 渔民投奔 自由烂民的样子 更重要一点 他在那边 当了50多分钟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做了什么事 他把导航移上 他的航机 全部清除掉 太诡异了 如果你今天是要 投诚而来的人 你应该保留 所有的证据证明 我真的要投诚 可是没有 你似乎在灭证 你为什么要把 你的航机 删掉 我们从去年 编列了 4亿8634万400元的预算 建构全方位 全方位 无死角的针监器物 环导智慧型 暗计监控系统 这次怎么没有发挥作用呢 这奇怪了 花这么多钱 我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台湾的 这个 暗查雷达 就是我们在 暗计侦查雷达 有78个 78座 那我们这个 智慧环导型监控系统 我们打算做 98个 更密了 更密了 而且它是用远红外信 热感应 对 更那个 可见光 对 两种光 去监测你 所以你有马达 你有引擎 你一定会被我侦测到 三公里以上的人员船只 全部监测到 一公里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整个辨识你的外观 300公尺 你船上什么东西 你面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这个是铜墙铁壁 对啊 铜墙铁壁 我们有高科技的铜墙铁部 保护台湾 对 但这次为什么失灵了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 各位看 这个是4月16号 有一艘车辆受困于沙洲 是 结果我们居然用这个追踪系统 是 啪 就把沙洲上车辆看到 我们就去救它了 厉害了 厉害 是 厉害了 我的系统 但是 这么厉害的系统 为什么 一艘船从大陆 开了12小时过来 进12海里 领海 进6海里 进3海里 进0.5海里 然后还进淡水河 51分钟 海巡署睡着了吗 不是海巡署睡着 是系统到哪里去 然后 我必须要讲 管不宜林说了一句话 系统没问题 机器都没问题 全是 人为疏失 所以我要罚 10个人 有没有人去检讨 我们是不是系统 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们有盲点 看不到这一艘船 所以仁俊 现在海巡有更多的证据 出来打脸它 包含最新的po文 包含了那一卷录音的内容 你不是像你讲第一时间 你根本后知后觉 你怎么看 而且我其实觉得 这本来就是一个 海防上面的大漏洞 即使你说你已经在 六海里这个地方 已经监控到它了 但是你所谓的 这个巴黎这边的 所谓的监视哨 虽然有回报 但路上没有任何的作为 这个你就很难解释 尤其如果以这个状况来讲 你就算买太多的器材 再现金的设备给他们 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误判 会误以为说 这是我方的渔船 你再回来看 事实上如果从这个 相关的机阵上面来看 说这一个软性的男子 他曾经在解放军的海军舰艇 担任过所谓艇长的职务 而且官拜少校 你认为他可以从 这个所谓的对岸这样子开船 开了两三个小时 这样一直开过来 最后却不胜在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渔人码头这附近 撞到我们的交通船吗 可是管碧林就相信了 我告诉你 我深刻怀疑 这是故意去碰撞的 因为很简单 他如果今天有心要测试 我们海防漏洞的时候 他不会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监测到他 他一定要等到什么 等到我们有船只靠近他 或有人接近他 他才知道说我被发现 那他为什么故意要去碰撞呢 因为很简单 如果我进入到 你的这个地方里面来 你都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 我唯一要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让你发现 我让你发现完了之后 我就回来看你什么时候 你的官方人员会抵达到这里来 所以你看他去撞了 这个交通船了之后 撞到交通船 由交通船打118 去报案之后 后来我们的人才来 如果他没碰到交通船呢 如果他没有那一次的碰撞 他就到关渡大桥 关渡大桥 他就进来了 他可能直接到大稻辰那边 还可以坐在那边喝啤酒 吹着何许的这个和风 还可以吃烧烤呢 最近你经常听到了几个字 第五纵队 抗中宝台 无非就要告诉你说 我们要坚守 守好我们的国门 可是观众朋友 端午连续加起 你看到的这一艘快艇 被这个退役的解放军艇长 一路如入无人之间 开进了我们的愚人码头 他也上了岸了 这件事情 你以为海巡署 交出了这一份 识人的惩署名单要翻页 没这么简单 为什么 今天秀林大夫来看到 居然一份的 这个所谓的录音的音档 一出来才发现 海巡署告诉我们全国人民说 我早就已经全程掌握 最好是了 你根本是状况外 你不但是后知后觉 你根本不知不觉 我觉得这件事情 海巡署当然给了我们好几个版本 第一时间的说法 跟后来的说法 包括这一个大陆的船艇 是在哪里上岸的 是渔人码头 还是在淡水港 还是在海上被拦截 一开始资讯非常的混乱 现在管闭已经告诉大家说 这绝对没有系统性的失灵 都是个别人事的失误 有人是看到了没有回报 有人是回报了没有发动船艇上去拦截 总而言之这十个人 每个人都有犯他该犯的错 但是都是个别的人为疏失 能够一次凑满十个人都疏失 那也是非常不容易 十个人都同时发生疏失 结果你告诉我 这不是系统性的问题 那还真巧 就是全台湾的海巡天兵 都在同一天 同一个时间都在值班 就刚刚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就漏过了 放空了 这五十几分钟 让船艇在我们的淡水外海 搞了五十几分钟 没人知道 你这个形状就像是筛子一样 有十层 每一层那个孔跟孔 缝跟缝刚好对在一起 每个人都做错了 他才进得来 要是有一个人做对 就可以抓到他了 理论上是这样 但我们不能够期待 就是都是个人的问题 这绝对是系统性的问题 你平常的教育训练是怎么做的 你要求这些海巡弟兄 在遇到状况是如何反应的 最厉害的是这个海上交通船 因为他拿起电话报警了 只有他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立刻报警了 然后报完警了 这警察说 这个海上的事情 怎么会是我地上警察局的事 麻烦你找这个海巡署 这个时候海巡署才引导 引导这个大陆船艇到渔人码头去停靠 因为要靠岸才能逮捕他 他在海上没办法逮捕他 这整件事情真的是太荒谬 荒谬至极 要不是你刚刚讲的那个阴档一出来 我们都还不知道 喂 喂 海巡的勤务中心根本状况外 他根本不知道哪里出事了 明显 所以这层层的国防关卡 国安关卡完全失灵 过去他讲说什么木马屠城记 一个小小渔船 可以开到淡水河进来 如果再继续开进来的话 开到哪里 开到大稻埕码头 登岸的时候 马上可以去按黑熊学院的电银 叮叮 我要找沈柏洋 这样子吗 那不是开玩笑 所以是这样子 你人员目测失灵 还是说你的雷达失灵的讲清楚 所以第二个 进来淡水河之后 已经登门入室了 到底是谁拦检了 海巡署对外讲法好像说 他们拦检了 现在不是立委出来爆料之后 原来是大陆的渔船 撞到我们的渔船 在渔人码头 还有渔人码头 现在海巡署不能渔人 国安单位要讲清楚 国安不能搞渔人 我觉得这个要处理好 好像把全台湾当作渔人一样 不能在渔人码头 渔人码头要处理清楚 所以拦检系统 第一个到底渔船 到底我们的雷达哪里失灵 这个第二个进入渔人码头之后 到底谁拦检了 讲清楚 如果现在变成说 一波多则好几个版本之后 不要最后到一个版本 最后他已经进入了渔人码头 甚至进入了大道城 我觉得这真的是天下的一个笑话 520内阁大洗牌 保官会大作战 最新消息周刊刊出了赖清德团队 正在内阁大体检 直接就点名了四个部会 等一下我会看到我们来看到 谁被点到名了 陪我变好安 新人新政当然值得期待 但是我们就来看看两件事 从缩短陆配的入籍时间 到跟上世界潮流 推动不在即投票 没想到民进党政府 什么都能扯下阿共的阴廟 扯上木马屠城 说好的民主价值 跟多元共荣呢 好 今天要跟大家帮我新闻的观众朋友 最近大家都在讲说 到底谁会是520的 新任的行政院长 不知道 谁的阁源哪会留下来 哪不会留下来 不知道 所以新闻讲说 你们这些人 要不是被下风口令 要不然就根本没被征询 准备要卷破开走路 结果两个礼拜前 潘孟安才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都还没有开始征询 慢慢来 那就为什么要慢慢来呢 因为I am watching you 订唱谁了 现在立法院是不是正在开会 罗志强是不是会咨询 每一个部会官员 咨询堂奉 对 那你的回答要是不好 就 那之后就不要了 现在都会有表现 如果面对现在这个 已经国会过半的 蓝白的立法院 你撑不下来以后 对不起520就不让你做了 还蛮合理的 这个叫做体检 所以大家就讲说 现在为什么赖青人 还没有找歌员 他要看看 他要听听看 他要眼睛看看 他行不行 第二个就是 那这次选举虽然赖青人赢了 可是只有40%的得票 而且立法院已经八年 都市民进党六十几席过半 这是没有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选不好 就要写检讨报告吗 对 那镜周刊讲说他要掌握到 我是没看到了 我发现说他的第四个检讨对象 有点怪 一个一个来 刚刚所讲到唐鳳 真的唐鳳我也是有意见的 再来王国财 王国财想说 为什么点到我 我很认真工作 我是整个事务上 但是问题是 现在民怨之所在 就是检讨之所在 王美花经济部长 这个没说 因为他不是过去没有选好 接下来四月的郭 店家一涨以后又回到他身上 对你经济部 你的能源政策 你的发电配比 你的天然气占这么多 我们当然店家就涨嘛 所以这四个 那这三个 那第四个 我吓了一跳 但的事情 显然在民进党检讨当中 确实冲击了选举 即使你9月19就下台了 可是但没有处理好 延续到后面的选举 1月的13号的选举 所以呢 这四大部会 被民进党内部检讨 是没有帮助到民进党 去争取民心 选举选不好 这四个部会要负责任 谁不期待新人新政 但下一个四年 我们就来看到 孙悟公72变 变不出抗中保台 阿公阴廟的老把戏嘛 所以说怎么可能 就做这四个部会 后面我随便讲一下 中选会呢 NCC呢 国安局呢 多得很 还有陆委会 一个一个来 观众朋友 因为现在目前立法院 百花齐放 所有的新科立委 还有立委们都在提出 他要修法 那因为国民党有一个 要把这个陆配 从六年变四年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的看法了 对 基本上都已经是 台湾自治的母亲 来台湾都这么多年了 所有外派都是四年 所以陆配 他也从国外来 他从大陆来 也应该给四年 但是民进党是反对的 那民进党反对之外呢 黄杰现在提个版本了 你们蓝版 蓝版的版本 六年变四年 对不对 第一个民进党反对 第二个民进党反对之外 也有版本 他对于陆配 以后要入籍这件事情呢 他讲说六年还是维持 可是你要加一个 就是要宣誓完全放弃 中国大陆的国籍 要宣誓效忠台湾 而且他提出这个修法 很多民进党立委 都已经联署 刚刚录影的时候 林又昌内政部长 已经公开表示赞同 他说好 这个好 那国安局长蔡明英就讲说 没有哦 陆配 他六年变四年 会有很大的影响 他说呢 因为呢 这个会造成国安问题 陆配有可能变成是 中国大陆在渗透台湾 他附建的一个单位啊 让你缩短两年 并细当快两年 他就会变成间谍吗 所以我就讲 如果你真的觉得陆配 他对台湾 对中华民国影响这么大的话 你根本不应该让任何一个人进来 第二个 现在是六年可以取得身份证 变成四年 他终究还是会取得 所以有什么差别 你不要每次遇到选题这样做 我是觉得陆配来到台湾 这边工作生活 也生了这个台湾之子 你不应该把他当外人 但是没有办法 每次到了选举的时候 就这样跟你看 是不是都会去查说 陆配可能跟谁 常常回大陆 又跟哪个团体 有组织 又要叫谁去投给特定的候选人 所以就会把他们拿出来 在选举的时候讲说 这都是国安危机 都是消费 可是问题是 我刚刚讲完国安局 我在讲陆委会 那陆委会是大陆工作委员会 那陆委会 他基本上 他就是要对这些陆配 你要服务他们 你要架桥 为他们搭桥的 所以你看民进党讲的都很凶 陆配会影响台湾国安 但是国安局是这样讲 陆委会讲说 哎呀 各位陆配啊 36万了 你们都是台湾人 过年的时候 你看梁文杰 邱太太 是不是就跟陆配 围图大团圆 大家都是台湾人 这就对了嘛 这就对了 因为其实 选举的时候 我就木马屠城 围图的时候 我就跟你一家人 之前2019 还哪一年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 也跟陆配围图 还留下一张照片 好错乱 所以我就讲了 你今天对于 中国大陆解放军 要打台湾 你应该要奋起抵抗 可是你对于 在台湾已经工作 生活 而且也生下了孩子 有时候可以两个 还是三个的这些陆配 你把他当外人干嘛呢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陆配就变成是 现在的正义焦点 第二个 跟大陆也有关 就是我们每年 在中国大陆有很多 有人讲50万有100万 工作 甚至是念书 而且满20岁的人 他如果要回来 台湾投票买机票 买不到机票 那就没办法投票 所以呢 国民党还提了一个案子 就是所谓的境外投票 通讯投票 各种版本 现在正在演你 中选会主委 李基勇马上讲说 这个东西很危险 为什么 柯建民也表示了 投票 根据宪法来讲的话 就是秘密投票 所以呢 投票投给谁 是不能被制造的 如果你用通讯投票 我跟观众朋友说 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有 比如说我人在英国 然后呢 俊强哥 你是我们选委会的主委 我要投票 我就写一封信给你 你会把信跟选票寄给我以后 我选完了 我再提前寄回去以后 这叫海外通讯投票 这个听起来没有问题 日本韩国很多国家都有 美国也有 但是民进党跟 这个中选会 现在讲什么 他说对不起 中国大陆呢 是没有资安的问题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资安的可能 你的信 全晚的以后要寄回来的时候 可能就被拆封 就被篡改了 然后第二个 你在中国大陆 拿到这些选票 通讯投票的时候 或许台上会有个联谊会 然后当地的这些书记 我们台湾同胞们 这次要积极 集中支持谁啊 就没有自由的投票意愿 所以呢 民进党就反对说 你在海外 怎么可能秘密投票 你怎么可能不被影响 你的投票意愿 但国民进党是认为说 既然我们现实上 有这么多的台湾的民众 中华民国的公民 在中国大陆生活 应该让他们能够方便投票 所以不能剥走他的权利 那民进党就讲啊 哪有剥走你权利 你就回来就好了 没有人不让你投 你就应该回来 所以关于海外通讯投票 这件事情 目前蓝绿 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好 宇轩我们看到了 赖团队开始在盘点哦 盘点谁留下来 谁不留下来 打个挖的蛋 的背后你就看到 那一些不配合政府 乖乖 多讲话的 你就要给我下来 还是你不配合 抗中保台的 你也得下来 你怎么看 不然我跟国内 直接结论啊 我觉得通通都得下来 因为他现在赖清德 很显而易见 他要做一个切根跟断点嘛 但我跟国内 补充一些最新的资讯 赖清德 有没有出来 针对这件事情回应 有 赖办 民事长中央啦 直接否认说 有点名这四个人 但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 这四个人可能是 虚虚实实啊 比如说王国彩 讲说交通祭典这件事情 我们先不置可否 王美花饭的最大的天条 到底是什么 王美花饭最大的天条 并不是如同他上面上所讲的 而是一件事情嘛 他说电费要涨价嘛 对不对 那请问电费要涨 这件事情 对于赖清德执政 有没有利益 当然不利啊 伤爆了嘛 好 那唐凤不用讲 林俊宪都杀出来了 这个我们不用大家多做解释 所以他即便在这个时间点 很有趣哦 民进党中央也跳出来说 空穴来风 没有这件事情 陈建伟也出来说 完全没有可能 没有这件事情 空穴来风 那我就问 陈建伟的否认 是否认说 赖清德对于 现在的行政院有意见 还是否认说 你赖清德 我们做得很好 各位这些有味道了哦 因为他如果否认的是后者 那代表一件事是什么 英赖现在真的在开杠哦 而英国会保证 开杠会继续到520之后 但我根本会补充啦 你像整个在中国籍配偶 这件事情 在讨论 邱泰山的态度就很玄妙了啦 因为邱泰山对于这件事情 有没有支持认同 现在陆委会 没有耶 他说这件事情 有利有弊哦 他不愿意替这件事情 瞎启凶背书哦 再来你看 他是属于全体民进党 党团都一致 认同这件事情 还是只有特定某些族群 其实大概只有十多来个立委哦 所以这件事情 并不代表是整个民进党意志哦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嘛 因为如果说 你要比照外配办理 各位你知道按照宪法来讲 背后的理文本是什么吗 陆委会直接废掉 所以这个法律背后 你看起来像是说 好像在吵陆沛的权益问题 我跟我们讲没有 他就很单纯的统图问题 再来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针对所谓的不在籍投票 要这么严密的去锁定来自中国 你会觉得好像都抗充保台 抗充保台 抗充保台对不对 其实不是 就民进党的立场来讲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 好今天不在籍投票 在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 我要 但除此之外 只要对于我选票有伤的 我通通都拒绝 所以各位 你看了老半天 你一直以为 这是两岸跟意识其耐的大戏 没有 通通都是在玩 选票精算的数学游戏 是 董哥 你怎么看 2017年民进党成立新住民委员会 找来一个陆沛 这陆沛讲得好 他说大陆是梁家 台湾是婆家 两边都是家 我们希望能够融入这个社会 哇 前提鼓掌跳好 对不对 总统主席都是蔡英文 那时候媒体做大了 民进党有这样做吗 当然没有 充满了歧视嘛 柯建明最近最喜欢点名国民党 谁谁谁 不够资格不懂宪法 今天民进党谁只要联署 黄杰的那个就知道 那些东西通通是违宪嘛 对不对 中华民国宪法是什么规定的 我们是台湾地区 他是大陆地区 这是宪法遵修条文 有哪些人参议过呢 从李登辉执政六次修宪 陈吉就当过国代修宪过 赖青德也当过 黄伟哲也当过 他们都当过国代 他们都参议 我讲参议是表示什么 表示民进党都投赞成票 那这部宪法就 民进党跟国民党一起和修的 你今天还有什么话讲 但是我讲这个 他的歧视其实 到底让人家回夷首饰 他现在包括要投票 他讲说中国大陆没有自由 那请一下 美国人在大陆经商 美国人能不能投票 可以啊 他有被限制说 你不能投拜登 你一定要投川普 有吗 没有啊 印尼的外劳在我们台湾 帮你照顾你家的老奶奶 他都用手机在投票 他投给走科威啊 我前年看到啊 我要投走科威 哇啊 你看 那投啦 印尼的电子会比我们 发达还弱后 不问可知嘛 各位 不只美国 日本 英国 欧洲 每个国家都可以 然后台湾不行 就说因为大陆 我告诉你 真的版本 其实 十几年来国民党就在争取 后来民进党又执政嘛 那时候国民党说 好啦 你既然说中国大陆 大哥 我们就把中国大陆 限定中国大陆 是不能海外通信投票的 其他每个地方都可以 民进党还是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选举 一定要用卑劣的方式 才能选赢 既然警察 外岛 这些人 投给民党的少嘛 就好像小董 对 我要投票很困难 所以你可以回来投 我买不到机票啊 我做你们经济 你们经济 说不会啊 你们就是用这种手段 谁不晓得 民进党的卑劣 对不对 那这样的选举公平吗 我有缴税 我在台湾也服兵役 为什么我该进了 衣服都进了 我连投一张票都这么困难 这就是执政的傲慢 而且他的不公平 歧视路配 歧视外岛 歧视军警 你不给人家公平的社会 那我不要缴税好了 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看到 这个党 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堪 他们一定要用不光明的手段 来赢了嫌疾吗 那这个怎么会让人家认同 好 靳平你的选区在南桃源 在你的选区里面 也有为数不少的陆配朋友 这都是新台湾之子的母亲 你怎么看 其实在这个不在籍投票 也是方便这些没有办法 这个及时赶回来投票的人 如果他可以像这个欧美 许多的国家 及早进行了这样一个 通讯投票的方式 不只解决 刚刚其实董哥一开始 点出今年在总统大选 跟立委选举的问题 就有这个班机 因为这样一个天后因素 无法起飞 然后军机也无法支援 一开始承诺 到后面又说不行 那同样的状况 也会发生在这些陆配 他们才从台湾 或者是这个大陆两岸往返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直接 从这个中国大陆赶回来的话 如果有这个不在籍投票 有这样一个通讯投票方式 当然可以方便他们 当然从政治的出发点 老柯柯建民一定会说 中国不民主的国家和这个地区 你怎么进行秘密投票 但照这样子讲的话 如果是一般我们在讲的监索 就是监狱里面 今年其实应该说去年年底 10月11月的时候 曾经出过一个案例 也就是在我们桃园归山的台北监狱 当时有一个灵性受刑人 他也提出来说 在监狱里面 应该要设一个这个投开票所 让他可以投票 你想想看 有些受刑人 他是在这个监狱里面服刑 但不代表他的这个公权被此夺了 有些是此夺公权 但有些没有此夺公权 对于没有此夺公权的受刑人 他们就一直主张 长期以来也有很多学界 在不断地争论这一块 在监狱所设置投开票的时候 那照这个柯建民的说法 监狱里面人多是众 然后又是政府你的这个监狱的 这个预政管理员在那边 你能够确保这个 所谓的秘密投票能够进行吗 就跟你在指中国大陆的这个地区 是一样的 后来在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 这个受刑人还提出来 还打官司了 还定仗持状态处分了 结果还被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决桃园选委会 你应该在台北监狱 就是归山那个台北级 设置这个投开票所 后来是因为 中选会要求桃园选委会抗告 抗告成功打到那个 官司打到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裁定说抗告成功 这个桃园选委会 你不必在这个归山的台北监狱 设置投开票所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种问题 通讯投票 不在籍投票 不是只有在对岸 也可能在这个 在寓所里面 监狱里面这个发生 还有可能在离岛外岛 各个远方的这个部队 他都可能没有办法这个进行 你要东沙岛 太平岛 还有像这个金门乌丘 这些外岛的这个官兵 你如何及时回来 能够投票 你没有放假 你就是牺牲你的投票权 但如果有通讯投票 不在投票的话 这些是不是一体 适用一视同仁 他们都可以在原来的处理 所以我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陆沛 他在那边 可以这个投票的话 你如果用政治的 这个道德问题去绑架 然后拿这个去做什么 这个敌国的关系 国家安全 我觉得那个扯太远了 扯离题了 而且你我不相信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配套作词 再加上 立委现在这个民进党提案 说陆沛要这个陆籍宣誓 我觉得你先修什么法 先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个案拿掉 改成两国人民关系条例 我看你敢不敢 我料你不敢 你黄杰你敢提这个案子 那你就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主张罗智杨委员大家以后 你们在立法院 蓝绿白 先把那个修成两国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不叫两岸的 叫两国 你敢不敢 你不敢的话 你现在叫人家放弃国籍 放弃什么国籍 他的状况跟条件 就是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下的规范 他的母法就在这边 你现在要陆沛说放弃国籍 比照那个所有的外籍配偶的话 这个是瞎 根本把所有的这个状况和商品 放在同一个栏子去一视看待 这个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这样的人还能当立委 真的是不用功 在选战最后倒数 你最常听到的四个字 就是中国戒选 什么都是中国的因素 反Face是戒选 偷拍影片是戒选 偷录音也是戒选 没想到 连飞弹都要戒选 观众朋友 你有听到吗 这就是昨天一封国家级的警讯 闹了个大笑话了 中国卫星 你把人家说成了飞弹 事实上中国卫星 已经飞了超过500次 你过去都不发警报 偏偏怎么选在选前倒数 警报大作呢 甚至人家根本没飞过 本岛的上空 你在选前大卖芒果干 到底是中国戒选 还是政府在戒选 昨天下午这一封突如其来的国家级的这个简讯 简直像是狼来了一样 政府出大包 国防部闹笑话 行政院长陈建仁还说是飞弹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早上就开记者会 要求政府 民进党政府你要查明真相 不是这样呼隆过去 发完了这个国家级的简讯 而且有人收到两封三封四封 有人收到十封 你这样子滥发这个简讯 然后弄得大家紧张 结果是乌龙一场 那起码是不是国防部长要下台 其实我跑过军事我知道 国防部长还有情报作战次长 情报次长 还有参谋本部里面的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 就是当天坐证在横山指挥所里面 洞里面 或是空军作战指挥部里面 洞里面的高情官 恐怕都逃不了责任 那这个事情引发了这个 包括总统大选 因为你几天就要总统大选投票了 当然蓝绿白都有话说 像侯友宜 他就说你看这样一池之叉 恐怕变成两岸引爆点 到底是飞蛋还是卫星 傻傻分不清楚 不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国安危机 而且是把政府变成放羊的小孩 就像我刚刚讲的 造成狼来了的这个效应 而且警报响的时候 就像你们发现 昨天下午民进党 刚好很多大咖 刚好是在有活动 比如说吴钊燮外交部长 他也是国安整体的体系的一环 他刚好在开外媒的这个记者会 警报响的时候 其实还有这个外媒的记者 也很担心了一下 吴钊燮也似乎老神在在 非常的淡定 你不觉得这么奇怪吗 只有行政院长 陈建仁在立法院 跟这个立法委员 在打巡的时候 他说因为飞蛋 可见我们这个中国的威胁 时时都在 所以你不觉得 这些民进党的这个官员 表现处便不清 非常的淡定 似乎早就知道 这样的一个讯息 没有像大多数的民众 包括蓝营 或者是民众党的人 大家被吓到一样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 同样的这样的国家级警报 这个媒体人 黄耀明他就有讲 去年中国发射卫星的时候 至少曾经有三次 经过台湾上空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就是2023年 11天前 12月30号 当时都没有警报 卫星经过了 这个巴射经过台湾上空 都没有 中国去年一整年 我跟大家整理一下 总共发射了67颗卫星 平均50天就发射一枚 所以你不得不去想 这个东西实在是狠狠打脸 国防部昨天的作为 真的 真快都打磨 是不是因为 看了上面脸色 人家就会怀疑 上面开始要反戒选 什么都反戒选 什么都反戒选 我就去创造一个 中国戒选的理由 做球给你杀 是啊 所以当你认为说 要让中国戒选的 这样的一个话题 浮上台面的时候 但请你抓紧议题 不是每一个议题都这样子丢出来 尤其是卫星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到底是计划性的 还是突袭性的 还是你根本没有掌握住的 首先当12月11月 最近三个月内 都有这个卫星发射 被侦测 然后当时你国防部 还对外说没有危害 因为本来就没有危害 它非常高嘛 像这一次就是已经在高空500 距离地球表面500公里 上一次记不记得 裴洛西来台的时候 那个2022年8月份 那时候国防部说 不需要发布什么警报 那时候是飞弹 飞弹落在我们台湾的东部外海 它的这个高度 飞行高度在台湾上空 是80公里 刚好在卡门线 以高度以上 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多 从外交部长 行政院长 多少的政府高官 去通杀 为什么 都闹笑话了 就像他昨天 国防部一直在讲到说 吴玉景飞略我们的领空 第一个也不是领空 飞这么高 第二 人家哪里吴玉景了 从今天开始往前推三天 就已经公告 我要发射这一枚卫星 就被你说成无预警 所以你现在看到 这样的一个卫星的警报发射 你弄了国防部 自己也是 这个不知道怎么收拾 这个残局 民进党昨天也是 那一似乎想要炒作这个议题 有个别的立委 候选人不是就在脸书上 开始发 中国购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脸书一直更改 他的更新 他的状态 那你现在来看 我们如果真的要发国家级的简讯的话 会有哪些量态可以发布 比如说防空警报 是真的有 防空警报是真的 国家级的这个细胞简讯 根据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系统 这个官网 你去查就知道 包括这个防空 他的防空警报 有飞弹 还有不明飞行物 他的这个敌机 不明飞行物 可是并不包括卫星 卫星你根本就知道 是火箭搭载的 所以卫星发射 并不包括在这个细胞简讯的系统 警示了23个项目当中 那你这个时候突然发出来 而且让大家突如其来的 不知道怎么办 到夺也不是 还是请国人小心安全 还是怎么样 那罗志强当然 他后来就在这个网路上 分享了一张梗图 大家看了都笑了 一颗芒果干 飞过台湾的上空 这是台湾岛 然后国家警报出动 然后你看到没有 都懂了 芒果干的卫星 这个梗图真的是 看到的人都会心一笑 网友传给我的时候 我也笑了 这是简直是 昨天的下午 最传神的场景 因为全台湾的人 刹那间接到警报的时候 都吓了一跳 开始看完了简讯 然后又再仔细回想一下 真的就傻眼了 所以我就说 国防部这么专业的一个高师单位 掌管这个警报 发放的条件跟内容 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而且 本来以为这一次的创造 所谓的中共借助的条件 有人可以计功 没有 现在计过都保不住 搞不好还要摘掉乌纱帽 那我就跟大家讲 国防部的SOP 应该有这个很完整的程序 否则你看昨天在这个简讯发出来的时候 军方接到媒体的查证 当时一平他就直接有po出来在网路上 他说军方证实这个发射的卫星 根本没有经过台湾本土的上空 那你是这边警讯什么啊 你在干什么 在装校围吗 那后来结果没多久 一平他又发出了这个新闻说 中共发射卫星经我南方空域 国防部公布录金图 他第一时间向军方私下询问 经过军方的证实说 没经过本岛上空 而是经过西南空域 西南空域就这边 但是后来他又发布说 这个轨迹图啊 是昨天晚上国防部发布的 台湾在这里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经过台湾上空 实现还是虚线呢 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途径 这是国防部后来这个发布啦 可是你要想想看 究竟我要抛出一个问题 究竟是你原先计算 他的飞行轨迹是这样 是你算错了呢 还是他本来的这个飞行路径 就是这样 换句话说 这个所谓的偏离 会不会是根本 你一开始的预判就错误 人家本来就是要飞这条线 再来 你说今天发布这个警讯 是因为危及国人的安全 我们还要感谢你哦 问题是 你此地无银三百两 今天没这件事 你弄得满天紧张的 来 我们就拿一个对比 前沿的裴洛西 该发警讯 你没有发警讯 现在你却发警讯了 当时2022年8月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裴洛西来台湾 中国发射了11枚飞弹 就经过台湾的北部上空 落在这个台湾东部的外海 当时政府就没有公布 他的一个航机和过程 也没有像这次发布 国家的这个国家级细胞检讯 当时大家就骂半了 因为后来日本政府有公布 日本政府也有发布这样的一个警报 然后后来我们是跟进日本 我刚讲的就是说 这个问题呢 造成当时有一个这个军方的高升将领 后来被冷冻起来 调职了 调到陆军去当副司令 民生暗将后来就退伍了 那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 造成军方心里的恐惧 因为我没发布 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发布吗 再来看看他发布了这个国家级警讯 你看到没有 民意省政兰就说 警报中啊 这个里面的翻译啊 空袭警报 飞弹低空飞过台湾领空要注意 有没有看到这个 Aerlade Aloud 然后这个Messor Flyover 这些空袭警报 先讲第一个 Flyover它是低空飞过的意思 就像我们在看这个国庆阅兵 你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看到这个如果国庆阅兵的飞机群 那个冲场 对或者是像汤姆克兰斯那个 这个他刚刚这样飞过去 你几乎可以感到一阵风的 才叫Flyover 在那个总统府的上空 看到那个大面国旗这样直升 那叫做低空飞过 这整行我们另外一个红色这个下面 这才是真的恐怖的文字 对 可是你要看到 你说这这一行恐怖的文字 就是赵宜祥他自己也是口译哥出身的 他就讲说 除了卫星 Shutlight翻错 还将防空 Air Defense英文 写成Airnet 就是简直错的离谱 为什么 Airnet其实是空袭的意思 但是呢 他是要把防空警报 就要用Air Defense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上英文课 只是告诉你中英文的系统 有那么多的错误 还有这个3.04分 后来经过证实 人家发射的时间是3.03分 你怎么会写3.04分呢 所以我就问了 明明是防空 你把它说成空袭警报 要怕死 要死人了吗 所以犯了这么离谱的错误 当然要虚心受教 没讲解吗 居然吴怡龙指证个几句 居然整个被踏伐 被检讨 被洗板 为什么要这样 请问你 吴怡龙有讲错吗 壮阔台湾的八旗的吴怡龙 虽然他是民进党 我跟他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政党党派不一样 但是我认为 我今天有发文在声援他的话 你看吴怡龙他在这个脸书上 PO文 他有包括举办警报内容的混乱 然后还有这次 如果是中国例行的卫星发生 为什么之前没发送 都是刚刚我们节目中 有跟大家探讨的部分 还有他说最严重的是 国防部当他决定发送防空警报说 希望民众做什么 到最近的防空避难所 还是就地避难 离开道路远离门窗 还是怎么样 都没有 还是这个官方防空警报 竟然只要民众注意安全 没错 所以他每一句都打到了重点 没错啊 所以你看 他如果这样的话 过去好几次的万安演习 不都是玩假的 没错啊 结果 一大堆的绿粉 痛屁无疑 你国防部哪里有错啊 下次不会投给你 你来乱的 不要以人废言 何况他是你们民进党 跟你们绿粉 绿色的支持群众站在一起 他只是检讨 这个国防部要有这个SOP 难道国防部不能这个检讨吗 要永久把他当成遮羞部吗 所以吴英龙后来也讲 朋友们 何时开始国防部 是不允许被质疑的 当国家安全面临 前所未有的危机的时候 当国防部每年用纳税人 几千万的这个资源的时候 表现更应该被检视啊 吴英龙讲得真好 所以我为什么要声援他 我说当他讲出实话 真心话的时候 我们不该跟着他一样 去把国防部的整个流程 检视出来 否则以后我们还要多少次 收到这样的一个好几封 或者是这个让大家疲于 这个轰炸的 疲劳轰炸的这个国防 国家级的这个简讯 还有以后万一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还像昨天下午真的闹笑话 那我们不是真正的危机才发生吗 明显 所以我就问了 倒数三天 我们纪念还在讨论芒果干 卖的可用力了 选民会买单吗 选举剩下三天 倒数七十二小时 你发布这个空袭警报 好了 你现在不管说是火箭 卫星或飞弹 我觉得会不会造成人心惶惶啊 甚至有一些中南部的认为说 大家在操作 这不是卫星 这是火箭 火箭可能对台湾会造成影响 我认为这多少都有政治操作的嫌疑 特别前一阵子 我们两个国安官员 向外媒简报说 中共介入选举 甚至要求五月天必须要承诺一钟 类似操作的抗装宝台 类似操作芒果干 这一连串操作下来很恐怖 特别有些民党 亲民党的名嘴 昨天不讲卫星 说阿共四射火箭 一直在讲火箭 不讲卫星了 这就是操作抗装宝台吗 这个芒果干是这样 我觉得选后剩下倒数72小时 真的不要拿国安开玩笑 国安不能拿来选举 用这种操作的手法 非常的恶劣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重新感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花真相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